Tommy剛剛檢查到你這裏空氣的0.3pm是9萬8千 9萬8真的好還是不好 這個不是最差的那些 可以好一點 那這些0.3是入到血的 所以積住了是腦袋 那都越少越好 那我待會看完之後 可以再檢查一下 多謝各位收看我們《打每一個電話》這個節目 我是2mi898的Tommy 那準備移民的你們呢 相信對ILS呢 都經常都心大心小 不知道應該怎麼考 又或者覺得自己的分數不夠高 那怎樣呢 與見及此 那我呢 今天就邀請了今天 一個名人 這個名人是誰呢 大家應該去書局都應該見過這本書的 那當然不是他 那我們下一邊呢 我們 我們 Mr. Scott Smith呢 其實是有副照寫這個ILS的 對 對 中文字幕提供了 在香港有只有IELTS或CLPS 可以做出了一些证据 所以我们都要去考虑的IELTS 因为它是容易得到的 和它是容易得到 然后什么 score 人们要去Canada需要 在国内的程序上 我们会在平台中 我们会在4.5% 但基本上要有6或7 所以因為越高的位置,越高的位置 但有些只是在最高的位置 需要達到最高的位置 但我們是在這篇範圍 但當然如果他們能達到8或9 所以你會幫助他們,對嗎? 對,對 所以基本上二米八九八 我們會有一個 就是100元港幣 100元港幣就是包了你9個小時 錄堂IELTS的一對一 或者是group session 的補習 然後這個100元裡面還包了一次 考IELTS的試 以及會準備安排你那個 WES 學歷認證的 service 而成功用我們的 service 的話 即是到你用完我們之後的 program 的話 這100元我們可以是 fully refund 回給你的 所以簡單來說我們是想你移賭物 而希望有這樣的 package 令到你可以 better prepare for 你的 IELTS 那很不錯喔 咦? 你叫Rscott 講中文的 先謝謝你 其實Rscott 在香港都很多年了 所以他對我們香港的廣東話 甚至乎香港的歷史都熟悉的 不過剛才嘗試講英文考一下大家 哈哈哈哈 那scott 不如你和我們 很簡單地去分析一下 我們其實考IELTS的時候要留意些什麼呢? 那IELTS我都會有幾個意見 那當然如果是跟Tommy 就進入他這個 program 這個計劃 那聽他講也是很好的 那我想一定要是你最初決定要去考IELTS的時候 你做了一個示範先的 ok 就是那個assessment 做了一個mock先 拿到你大約的程度先 好 那你之後會有個目標 嗯 那我想你也會幫 沒錯 幫一些客人做 沒錯 我們會幫你設定 我們有個Mock Test 那因為IELTS我知道是分四款的 那就是Speaking, Writing, Reading, Listening 四部份 其實四部份 那其實四部份 都有些test 就是有些Mock Test 給我們幫你準備 那之後就幫你計完分 那大概知道了你的range在哪裡了 嗯 那就是希望在那個九個小時 就幫你bump up大概半分 如果你 你是一個天才的話 希望可以多到一分 嗯 那這個香港也很熟悉的 就是我們香港也很熟悉的 去補考的 是不是叫補考的 嗯 沒錯 就是你去補習學校 是 學英文 其實你是學考英文史的 沒錯 就是你不是去學英文 你是去學考史 你會學到一些英文的 但是你主要是學考那個史的 因為學一個語言 是不能 怎麼說 不是九個小時 是不是叫偷雞 對 對 沒有偷雞 對 嗯 你想 臨急抱佛腳 是 是可以的 是 那你會得到少少 嗯 但是學得好的語言 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沒錯 但是你去考一個史 去熟悉那個考試 都是很重要的 好 讀你那一類的課程 好大幫助的 OK 起碼你到那一天不緊張 剛剛沒錯 緊張都會出錯 對 好像我現在緊張一點 哈哈 我的中文都差了一點 哈哈 所以都是希望 就是 我想不是我們的program 就是I guess 你準備去IELTS的時候 剛才 Score說了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熟悉考試那個環境 就是你做那個Mock Test的時候 你盡量都擺自己 只是自己一個人做 就是不會有事情騷擾到你 因為其實你去考場裡 就是自己是一張桌 一紙筆 那就考這件事 嗯 所以變成你盡量把自己去 容易些去感受 在現場的感覺呢 那就變成你沒有那麼緊張啦 那你變成你沒有那麼緊張 就可以拿你學到的東西 就會發揮得好一點 是啦 還有我想你的course裡面 應該都會有些老師去看 譬如最重要我想是writing 寫作 還有speaking那部分 會有些feedback 是會有 一定會有feedback 這個很緊要的 因為writing裡面有些 可能有些 你經常出錯 你寫一篇文 你出錯了這個句子結構 是有問題的 嗯 那你一執一執就ok的 是啦 是啦 但是沒有人教你 你未必知道的 知道啦 明白 所以這些很有價值的 非常好 那你剛才你講了少少writing 那會不會有些 每個句子我們要留意 有沒有再給些tips 我們這些未來的移民朋友呢 writing 那tips 最重要是剛才那個 找一個老師去查 你一 平時寫的東西 或者兩次那份卷 還有你去試考 去真的計算時間的 是啊 你不要說 我這個tips用了兩個小時慢慢寫 當然你練習可以這樣的 但是你要找一兩次 那一個小時裡面 寫好那兩份 時間內一定要做到的那些事情 而且很需要知道 你第一個 question 用多少時間 二十分鐘 第二個 question 用四十分鐘 ok 那你不要用多了時間在前面 明白 因為後面就是 worth more points 因為後面那裏 計分呢 分數要多些 一倍 一倍的 所以其實你應該要花多一倍的時間去做後面的問題 是 是 那剛才很簡單的touch了那個writing 剛才你也提過 Speaking 都是應該要有個老師去跟你去執一執的 那Speaking 又要留意些什麼呢 Speaking 可能留意 eye contact 啊 即是現在這樣 其實這個很容易 是 講就很容易 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你沒試過 你真的不知道的 ok 夠大聲 是 緊張可能有小聲 那你要練一下這個叫流利 fluency 這個呢 不需要一個老師 你找個 找家裡的貓講 都可以 如果沒有貓 就養隻狗 知道嗎 哈哈 烏龜啊 烏龜 你喜歡烏龜 這個是ok的 就是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做到 好 那Speaking 發音 香港人有幾樣東西會特別難 你可以嘗試留言這些 ok 有老師就會教你 會教你 R Th 非常好 因為我記得這個是 我去加拿大的時候 是真的要 就是好像看著鏡子去練 好像有點誇張 但是其實真的會幫到 你去知道自己的樣子跟你聊天 錄下自己 錄下自己 現在可以錄下 以前沒有那麼多 現在就是錄下自己去練習一下 再聽自己說的東西 你以前在鏡頭 是呀 即是在鏡頭 是呀 現在可以錄下 可以重播一下 其實 practice 多一點 放膽一點點 其實Speaking 那裏 都不會太大問題 還有我都想 其實都會稱讚回香港的 其實 in general 很多香港人的英文程度 都不差的 但是呢 就是差了一點點的信心 因為平時都是講廣東話多 是 但是沒有機會 他經常講英文 但其實他是懂的 是 只不過是不敢 所以就是說 你練習多一點點 或者不要 其實叫你不要害怕 你一定會害怕的 但是有機會的情況下 怎樣不可以害怕 是呀 做得多 做得多一點你就不害怕了 非常之好 那 Writing Speaking 就是Listening Listening 我記得這個時間是很少的 是 是 這個是要怎樣去 按 Listening Listening 可能練一下 Listening 很特別的 考試是好一點的 因為他會很刻意 講話是慢一點 清楚一點 是啦 如果你想練 可能練一些 深一點 你練 去聽 我知道 British Council 有些影片 是 他們是給學生去學的 但是他 是沒有去 刻意去 講得慢一點的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正常人講話 是呀 所以我幫學生聽這些 才知道原來 我們 無論是中文 是 或者英文 會很多 很多字是認識了 是 認識了下去 是 我知道那個字在那裡 但是你叫一個人 不是母語 那個人聽 他完全聽不到 不知道 可能那個字的 三成 七成 已經不見了 明白 為什麼我聽到 你聽不到 這些好呢 他有一個Transcript 非常好 或者連Listening 也好 是看電影 你有空 有空 我們現在 很忙 現在不是坐車看書 沒錯 是看電話 電話 我看到是看電影 那些電影你可以開字幕的 是 我建議是這樣 第一次看英文 是不開 不開字幕 聽就是聽 接著 去回頭 開了個英文 好 接著第三次 開個中文 哦 那你就知道他在表達什麼 對 接著第四次 聽回英文 什麼都看 什麼都沒有 好 那你就大概知道 嗯 建議這樣 好 那很快去recap一次 如果真的覺得看電影 我想說一個好笑的事 就是我其實學國語 就是聽國語歌 是 不停聽國語歌 聽到聽就懂了 所以我想 apply is the same 就是你越聽得多英文 歌的英文 其實就 因為他的gram 很多時候都不是很對的 所以看回電影 應該會比較適合 那剛才現在 用什麼去看都好 最簡單的 就應該是用Netflix 因為你可以 按走那個 讀書就沒有 是 或者它Netflix 本身已經有幾個語言 可以去選 那所以你可以去 play around with 那套戲 你都可以知道多些 那有沒有哪套戲 去suggest 我剛剛想說的 看什麼戲 選什麼 就算是歌 還是什麼 是你自己有興趣的 好 我覺得是這樣 你有興趣才去看 就是沒有搞到自己那麼辛苦 哈哈哈哈 就是你有興趣是很有動機去做 明白 所以大家選一套有興趣的戲去看 或者歌都可以的 非常好 我有些中文都是那時候 聽一些 一些歌回來的 我最記得有朋友 叫我空虛這首歌 哈哈哈哈 我們粥個字看 我學到少少的 OK 因為現在的歌 可能我聽的那些是 很口語化的歌 是 所以我總是覺得 現在的英文 即是你平時去聊天 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以考試來說 我覺得好像 看一些戲 會適合用 那都是看有沒有戲 哈哈哈哈哈哈 看Hangover comedy 是 不適合那些 可能不適合 看一些 天能那些 如果有人看的話 看看 剛才適合了三個 最後就是 是 Speaking Writing Listening 然後就是 誰 Reading Reading 我想這個是 Reading Reading 最大幫助 可能是你認識 它的 format 是 寫的 paragraph 因為 Reading裡面 它有不同種的 OK 它不是全部MC 你知道 我要選ABC 它有不同的 不同的型 那些問題有不同的型 是 那可能 可能呢 就是買回 類似 Richard這本書 類似 那些書 那做 那這個 這個有 這個有幫助 是啊 那 因為Reading 其實都是 我覺得 英文裡面其中一個 最難的一個位 因為有時候 它不是好像 那些中文字 那樣 你猜到它是些文 因為其實中文字好像一個圖畫 那樣 英文字都是 那幾十四個英文字母 一齊 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一起拼出來的字 嗯 但是你 不知道它是什麼 的詞況下 Vocab就是 你就不知道 生字這件事 就是 我教一些英文 教一些英文學生 是 要慢慢做回來的 OK 那我覺得最好的方法 是用Flashcards OK 我是教一些學生用Flashcards 現在電話也有些apps 是有這些東西的 Flashcards 就是變成是random 是的 你如果正學不是寫出來 列了一個名單 這個方法是沒有去 撈亂它去玩 就是好一點 明白 好 那Flashcards 如果有些apps的話 就下載了它 然後第二個suggestion 就是 字學的話 就 都是買一買一本 考IELTS的書 因為 書一定是reading的 因為它全部寫字出來給你看 所以一定會學到一些東西 還有很多 那些篇文下面 其實它都會 highlight 在某些語言 讓你去學 所以你會慢慢記那些字的情況下 就會容易些去考reading 那一部分 那最後 有沒有什麼 最終極的提示 還是剛才那些都很夠呢 講了嗎 講完了 好 最重要 跟Tommy學習吧 非常好 其實不是我教的 所以不用擔心 跟Tommy的program OK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我們轉個頭再講第二個topic 好 疫情嚴重 醫護對防疫的工作 絕對功不可沒 尤其是那些長時間要照顧兒童 和長者的醫護人員 絕對值得敬重 為了答謝醫護 我們EMI898 決定為你們出點力 推出全城最底的 移民加拿大項目 只要你從事醫護行業 或者幼稚園老師 就可以立刻申請 去加拿大工作兩年 你全家就可以成為 加拿大永久居民 還想?快點來申請吧 好了 我們回來 我們再次多謝Scott 上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EMI898 因為都是做移民的項目 我們都想探討多些 譬如 去那邊生活是怎樣的 或者 好像Scott這樣 我知道你其實很小 就已經來香港了 其實你那時是 怎樣適應 香港 即是外國來適應香港的生活 你那時是有什麼衝擊的呢 我小時候六歲 六歲在香港的 那我可能一個很早期 這個是聽回來的 我看回我媽媽 爸爸寫的信 他說 我是很喜歡坐的士 寧願不坐巴士 很想坐的士 但是我想那時是少了的士 是的 多坐巴士 OK 你以為這個聽回來的 我自己的記憶裏面是 那時入住 暫住頭幾個星期在屯門的 OK 那裏記得是咖啡灣 對著咖啡灣的 OK 有一晚回到家 這隻腳呢 全部都是被蚊針 痕到 哎呀 就是這個一個記憶 是 怎樣影響到我三十幾歲 才可以這樣穿短褲 哈哈哈哈 就是天氣多熱 都會穿牛仔褲 是啊 就是這個講是講 這個講 氣候 氣候 氣候的 沒錯 所以到現在身體 這裏呢 是習慣了的 是 但是身體 因為我太太是香港人的 OK 我們同一間房 是 在一個環境裏面 我出汗 她不出汗 哦 那我OK的 就是身體是不太習慣的 明白 那我想移民去加拿大 就調轉的 應該是了 那裏很冷的 是啊 沒錯 但是我自己會 理論上呢 是喜歡的 是啊 但是不知道 是啊 因為身體適應 那腦是真是亮眼的 是啊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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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時候這麼小過來 因為 你在美國過來的 嗯 那英文是你的mother tongue 嗯 那你來到香港 大概多久 才適應到呢 適應 語言上呢 嗯 那時候是讀 英軍那些學校的 OK 我不是英國人 但是去英軍學校 有學校給小朋友的 嗯 那時候 有位子可以給其他人去讀 那我就去讀 去石江那裏 OK 那但是 我都很記得 那時候是沒有功課的 哦 不知是否英文 即是英國製導 或者這麼久之前 是沒有功課 那回到家 下街 不是 回到家 就是出街玩的 是下街玩的 踢球啊 嗯 玩啊 那所以適應 很快 因為浸住了 是那個環境 那那個環境 下 上學是講英文的 嗯 回到家出街玩 是講中文的 非常好哦 所以都會比較 但我六歲都 嗯 不是最理想 我的妹妹呢 三歲的 是 她到現在呢 就算回到美國 那些 中文的流利 還有 即現在都聽得出 我不是中國人 可能連眼睛都聽得出的 嗯 但我會 她到現在沒有失去到這個 非常好哦 浸住了那個環境裡面 就會比較快一點 嗯 那這個都是一些 好啊 因為這個呢 我只是想帶出 因為現在的家長呢 是很擔心子女去到外國的時候 不適應 嗯 我直接跟她說 其實小朋友呢 有得玩呢 就很快適應到 反而適應不到的呢 是來啦 哈哈 所以就是 變了 與其 將擔心放在小朋友身上 不如將自己的 即現在就是英文學好 那變了你 溝通上面呢 你不會那麼擔心 亦都早些去融入那邊的社區 那些東西 那剛才可能 輕輕帶過了語言那邊 哦 語言 還有啊應該是 你的故事好搞笑 這個都要講的 因為這個都猜不到的 是 因為是英文學校的 是 應該都是大家講英文的 但是他們講的那些英文是 英國的英文的 即 那有少少出入 那我記得 不知道幾年班 啊 不知道 二年 二年班 應該 那老師就說 一陣間小息的時候呢 吃 吃 吃之前呢 記住去 去洗手 但是他英文字眼呢 就是go to the wash your hands in the toilet 那樣的 那我們英文toilet 完全明白的 就是我們美國人 廁所這個房子 是叫bathroom 那我不知道加拿大 Washroom Washroom 就是很多名字 這個房子 但是英文 我們美國人toilet 就是你 真的 坐著那個東西 是叫toilet 是 那我就很害怕的 是 一陣間走進去 怎麼說呢 這個洗手房呢 沒有洗手盆 我會怎樣逃走呢 我很害怕的 是 走進去見到有些洗手盆 就 舒服 馬上 沒事 ok的 就是這些語言上 一個字都搞到 嚇到 其實toilet 我都took some time 我記得我在加拿大的時候 叫Washroom 是叫Washroom 因為其實 我不知道 其實很少會用toilet這個字 在北美的地方 不是Bathroom 就是Washroom Restroom 但是 一說到toilet 就很British 但是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要買的東西 那東西叫toilet 所以我明白了 但是這個應該 那時候二年級的 你應該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的 還有 搞笑的 那 那 這些語言上面 英文就是這個 中文有沒有很搞笑的 中文 一定有的 哈哈 這個 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樣 講 我記得有一天 我朋友 好朋友 是 他現在住在美國 OK 那他是 我記得有一天 我們在街上 有人叫我 鬼仔 OK 跟著我朋友 就講 不要叫他鬼仔 他是鬼佬 哈哈哈哈哈哈 都記得 OK 明白 我想 因為語言 始終大家的 Broad up都很不同 所以變成 其實適應是有的 但是都是那句 放鬆些 因為語言是沒有攻擊性的 他講這句話 他不是為了Hurt你去講 只不過是習不習慣 或者怎樣去明白那件事 所以有時候 因為其實語言 很多時候 用那個字 我們覺得是 不刺激 或者是很舒服的字 但是別人不懂 一聽起來 會覺得很刺激 就會生氣的 所以盡量大家 這些都平常心去看 我想Culture Shock上面 就是那個文化衝擊上面 除了語言之外 我相信 剛才輕輕帶過了就是 生活 因為始終天氣 這些都要認真去考慮 你也有這些經歷的 我那個Culture Shock 反而不是我本人 是 是我的父母 因為我相信 大家在香港 住得久的 都會是有工人的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一家 想著移民去加拿大的話 因為外國的生活 其實很少 會有工人 一定會有工人 一定會有工人 但是去到加拿大 真的沒有 一家四人去到 還有街頭很大 哈哈 沒錯 即是你本來 由一個可能 五百六百尺的地方 變了兩三千尺 是不是 變了 撿屋 洗衣 掃地 煮飯 全部都要 剪草 全部都要自己一手一腳去做 那時候我媽媽去到頭一年 我相信應該是 真的不太習慣 而且始終是在一個 big family 裏長大 所以就很 很掛念香港 經常私鄉 私鄉病 經常不開心 經常哭 經常和爸爸吵 我想那時候 我小時候 聽完之後 就會覺得 是不是 寫了一個錯的決定 那 原來 這件事 是真的會 令到個人 會 即會引起他 即是不要小看這件事 是 但是這件事 其實是可以解決到的 其實就是 有一點點像考英文 就是你要將這件事 經常練習 即是你去面對這件事 去做一些你喜歡做的事 即是看電影 你會看到你喜歡看電影 自然會 你會懂得那件事 因為那時候 我們移民的時候 是買了一個快餐店 即是Fanchise 去做投資移民的 因為我媽媽以前是做保險的 那 突然之間 叫他去做收銀 然後還要回9到5 之後收銀那裡 就已經要撿頭撿尾了 然後回到家 又要自己去撿頭撿尾的時候 我相信那時候 對我爸媽的衝擊都十分之大 但是自自然而 不是自自然而 我想那時候 我爸也做了很傻的決定 就叫我媽媽去做他想做的事 所以變了 就找回在加拿大做保險的行業 現在做了二十多年了 他們沒有想回來香港 我想都是 即是那個culture shock 一定有 但是就是你怎樣去面對 我想都是兩夫妻去談好這件事 是的 心理準備很重要的 是的 我也經歷過的 我在香港很習慣 在美國很習慣 這兩邊OK的 但是我有 1998年 我就上了去長沙去讀普通話的 嘩 厲害 讀了一年 那我那時候的心情是 是自己去的 那裡不認識別人的 心情是 應該跟香港差不多而已 哈哈哈哈 還要九八年 哎呀 但是去到呢 就想不到 即是那個感覺 是很 很有這個homesick的 或者叫Lonely 怎麼說 很寂寞 寂寞 寂寞 掛著 寂寞 很掛著香港也好 掛著美國也好 所以你 你和 思鄉 思鄉 啊 啊 哈哈 麻煩你了 韓俊 謝謝 啊 啊 所以都 好 好突然 嗯 想不到的 所以你有心理準備 已經是很大的幫助 非常好 還有如果你是有家人都好一點 嗯 有家人小朋友陪住 應該好一點 嗯 但是真的看那個夫妻關係 其實輔導這樣東西都有的 有有有有 是非常之好的 正常的人結婚都是建議這樣東西的 要輔導的 沒錯 不是移民了才是 哈哈哈哈 都不錯的 沒錯 這裏我都想加多一點點的 那因為始終 嗯 兩夫妻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如果不是太多朋友的話呢 始終就是 lack of support 就是不夠人去幫助 那當然了 不是說逼你有沒有信仰啊 但是 如果你有信仰的話呢 其實加拿大是一個基督教的國家來的 嗯 所以呢 那回到教會呢 真是幫到大家 嗯 一個十分之好的地方 一來呢 加拿大人真的很friendly 嗯 就是他們會很helpful 嗯 那再來因為 始終有個教人在裏面 那所以大家有speak the same language 那些是已經華人教會來的 嗯 嗯 那有很多就是移民了 就是可能多了兩三年經驗的人 嗯 那在帶著你做每一件事情 你又會快點去融入那個社區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都可以接觸一下 加拿大都應該算比較好一點 因為有很多中國人 因為我去過加拿大幾次 我記得有三次 我們就是在Montana 美國的州走過去去看一下 然後去到商場 我就飆了去中國餐廳 我記得有一次在Vancouver 就去哪裏呢 酒店下街過晚 即是飛機有事 就在Vancouver 我下街就走了 這裏不是Chinatown的 但有很多中文牌 在街上那些牌 他叫了個Beef fried rice 最有趣的 即是很適合 我覺得加拿大就比我回我自己的鄉 好 應該多的 多香港的中國人的文化 已經在這裏 會舒服一點 其實呢 加拿大已經令到你那個Culture Shop減到最低 因為其實你去其他的國家或者城市 他們是會有一個叫做Chinatown 即是它會聚在那兩三條街上 但其實加拿大呢 是很少說會有一個Chinatown 因為它已經是一個community 就是你可能開五分鐘車 十分鐘車 就會有些中文的食物 甚至乎在一些很Western的Mall那裏 都一定有兩間吃中文的食物 所以其實 在普通的加拿大呢 是一個很容易被人接受 或者那個Term是叫做 很Welcome 和Culture的人 在那裏去start他們的食物 也好 即是變成你會覺得那個國家是很Welcome 搞得我也想去 快點去啦 我們剛才提到生活 也都講了那個語言 Culture Shock 其實最大的那個會是 食物 食物 是 一定要講食物 因為你應該更特別一點 我們中國人吃回中國人的食物而已 我奇怪一點 因為我在這裏長大的 但我知道我的朋友來 可能美國的朋友過來 是 然後坐下 我很喜歡帶他去那些叫大派檔 正 其實不是大派檔的 是 類似那些小炒那些 小炒那些 冬菇亭 是吧 很喜歡帶他去吃這些 有時候都會不記得 他們不習慣 看到 在他盤菜那裏有動物的頭在那裏 他們就會嚇壞我 明白 外國人呢 因為我之前的公司 都是很多expect 一起做事 其實我們每次出去吃那些 點心或者晚上吃飯 一叫菜吃飯 很多湯呢 其實裏面是會有雞腳 雞腳 或者豬的內臟 我們經常都騙他 是 雞肉而已 然後喝完就很好喝 很好喝 他問你這個是什麼 牛肉 是 牛肉 是 然後他喝的時候很好喝 然後他喝完就告訴你 其實 然後慢慢慢慢的就接受了 但是當然了 其實真的害怕的 因為外國人其實不太吃內臟 內臟 是 或者其實很physically 看到那些東西都 我覺得文化吃東西 不習慣是講那個口感 啊 ok 我小時候很多東西不喜歡吃的口感 是 譬如 魷魚 因為好 總之那些香港 食物有很多 吃下去會好像吃掌筋 啊 就是要咬 就是我們在香港 為什麼好像在吃掌筋 Rubber 就是Rubber 主要我現在習慣 喜歡 是啊 如果這邊過去 不習慣是 不夠味 這個 是不是不夠味 我覺得是不夠 variety 對 對 因為 譬如我們中國人 其實很多 很多不同的味道菜 其實我覺得 香港人吃東西很厲害 是 譬如 第一次 就是 去到外國 就是吃 包 吃 沙律 全部都是 冬的 沙律吃的菜 對 全部都冬 沒有熱 因為你知道 香港人很喜歡 吃三文字 吃三文字 我朋友去吃午飯 接著吃完 他就小小聲說 你是不是每天都有 Hot lunch 哈哈 這樣 對 然後 不要告訴我妻子 哈哈 這個不正常 是嗎 是啊 就是他吃三文字 對 全部都是 是 是正常的午飯 這個都是 我都是在 在外國 一開始都不是很接受到的東西 是 因為我想我們中國人 是喜歡吃一些熱的東西 所以經常要吃一碗飯 嗯 因為那碗飯一定是熱的 你凍飯是吃不到的 是 所以 還有喝湯 是 因為 外國人是沒有什麼 湯 這個東西的 這個語言都見到 是 我們叫吃湯 我們叫喝湯 是 英文是要 eat soup 是 因為湯可能煮 是 是 是 但是 類似筋 是 或者是 是 所以 就是吃湯 是不同的 然後 我很記得 那時候在外國 呢 他那個 chicken noodle soup 是 但其實是一個 通粉 哈哈 然後他們說 病的時候 是要喝 這個叫 comfort food comfort food 是 原來 外國人呢 吃暖的東西 下肚子 是令到自己會 comfort 一些的 哈哈 哈哈 但是我們從小到大 的practice 就是原來我們吃 comfort food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 小小的 的 culture 我想呢 因為我 香港又吃不到 我美國喜歡吃的東西 是 很少的 不是沒有 但是沒有那麼容易 買到 所以我都建議 去到那裏 都試一下 試一下 那裏有 那裏的好 沒錯 比如牛扒 就是我們去 Walmart 買最隨便 最便宜的 牛 那塊牛 在家裡 不斷煎 都不錯 是很不錯 很不錯 很不錯 牛扒 吃麥西哥 茶 這個人很喜歡 很好吃 Taco Bell 哈哈 沒有 哈哈 明白的 明白的 不吃不吃不吃 是啊 都想說回 其實 食物呢 對香港人來說 都很重要 那加拿大來說 其實中文的超市 是一定找到的 即是你想吃火鍋 吃雞煲 麻辣 一定買到 完全沒有問題 那甚至乎 都講講 因為之前都提過 其實想吃叉燒 燒味 那些 其實加拿大 可能比香港更好吃 因為原來 即是 香港的叉燒 越來越不好吃 嘩 懂東西 真的 認真的 因為那時候 96、97 不是有一個移民潮的 那一陣子 原來那時候 就是很多的米芝蓮的師傅 就移民了去加拿大 所以他們一代 全一代 就教了很多 很好吃的中文食物 香港的食物 去那邊 那也要看一看 康俊的爸爸 他以前就是 訓練了很多這些廚師 過了去那邊去做燒味 所以 我呢 在加拿大 就能夠利益 這件事 都是 所以 剛才說了 這麼多文化 也好 去到加拿大 好像 影響是最少 因為 我明白 它有很多中國的食物 給中國人去吃 大城市一定有 小的城市一定有 可以喝茶 一定可以喝茶 是啊 美國 都少了 應該 哪個小鎮 是有一間中國餐廳 是啊 但是 你想喝茶 很難了 可能你要駕駛8個小時 哇 就是可能的 是啊 都會的 不是大城市 不是大城市 不是加州 是啊 那就沒有了 明白明白明白 所以 還有 駕駛8個小時 是一個很嚴重的 我和太太 想吃燒鵝 我記得啊 就是要日程 駕駛三個半 三個半 鐘頭車 就去買燒鵝 是啊 然後回家 就在車裡吃 已經吃光了 回家就 都沒什麼 這樣 是啊 那在加拿大 譬如多倫多 溫哥哥 這些一定不會發生的 就是說 可能下街 你都已經可以買到 所以 還要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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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都是那一句 我真的不是說 特意要去 推廣加拿大 但是 只不過當你 相比不同的 country for immigration 譬如 加拿大 美國 澳洲 澳洲都多的 然後英國 其實加拿大相對 真的很適合 香港人去做 當然 那個 文化衝擊 一定有的 所以 我想 慢慢去學 還有千萬不要 負責另一半 是的 因為 可以做這個決定 不是一個人做的 還有 記住 想回第一 為什麼要移民 為子女 也好 想一個好一點的生活 也好 想慢活 可以做這個決定 就 塞了 哈哈 撐著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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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去 負責任何人 就是沒有理由 risk 了 relationship 因為你想有一個好一點的 relationship 那沒有理由 因為這件事 而瘋倒了 所以 生活習慣 生活節奏 都慢一點 慢一點 其實好啊 好很多 好很多 好去享受這件事 我覺得 對 因為我記得我回來 即是我在加拿大 一段時間回到香港 最大認識到自己的分別 就是 走得很快 嗯 即是我一回到加拿大 去旅行的時候 即是我回到加拿大 就是我回到貪親 就是這樣 按一下 然後會走得快 過所有人 所以 香港有一個很 魔術的一個城市 是 即是 沒有其他地方 在世界上 是 很像香港 這樣 那 很誇張 但是 如果真的想 給自己一個選擇 的話 就慢慢接受 嗯 那我想 我們今天 都帶上去這麽多 好嗎 所以 如果想移民的話 記得 follow我們Facebook Eme898 like我們的Page follow我們 然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去知多些 我們移民加拿大的資訊 什麼啊 小鈴 對 還要記得按我們的小鈴 那一有新的資訊就會通知你 謝謝 我們下次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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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最初 啊 四 四萬二 就六 一半 對 很棒 最初 最初那個一次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